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這節目《法律知多點》的環節 今次的題目是溫州動車事故引起法律問題 特別是工商 人身傷亡 索償等的情況 今天請三位嘉賓和大家討論這個題目 首先介紹右邊的周律師和大家打招呼 各位 周教律律師 周教律律師這方面做了很久的民事索償工作 十多年 主要工作都是這方面 所以在法律問題周律律師說是最適當的 我也請到兩位是工業商亡權益會的幹事 首先介紹Elsey 梁金愛和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我是Elsey 是工商權益會的社工 在1998年開始是工商權益會做幫助 即是做了十三年了 是的 很久了 幫助工商工友和意外為宿 我也是稱呼你為Elsey 馮艾絲 梁金愛 好像你做了更久 各位好 我是梁金愛 在工業商亡權益會是幹事 主要是負責工商和媽媽做的個案 在1995年 即是比Elsey 更早 即是十六年了 是的 是的 所以關於工商 人身傷亡這方面 面對受傷者 家屬這方面 就找他們兩個講 待會有很多案例跟大家討論 我們先講一下這個事件的整體情況 以及對香港有甚麼討論的範疇 事件發生之後 發覺其中一件事 就是有些家屬說要公道和嚴肅地處理這件事 所以公道和嚴肅其實都是兩方面 第一個就是找出事實的真相 追究責任 這是講的是事實方面的調查 第二方面就是就這件事引致的一些損失 就要一個合理的賠償 所謂合理的賠償就應該是按他們損失的數目 來令他們得到一個應得的公道 所以就是有這兩方面的情況 這個賠償的方面 我們今天就在主要集中講多些 因為那個調查方面 都是中國那方面都有關方面都在調查 我用一些案例來講一下就好 周律師 就這些情況 一般的索償是否有兩方面的索償 是否工商和人生商務是不同的 如果在香港來計算 有兩種 一種是工商 一種是梳乎 簡單來說 工商就是很簡單 你搭車的時候 或是公共交通工具的時候 你會上班的 是 另一種是梳乎 梳乎就是你證明到可能駕駛司機 或者系統出了問題 令到你損失 令到損失 死亡或者受傷 如果說工商 現在這次的一般的火車 都是一些旅客 很少是工作間 有的 哪些人是工作間 例如駕駛車 服務員 還是員工 另外一種是 可能有很多人在打工 舉例是做售貨物 推銷 或者需要外出活動 那些都是在工作 都可以拿到工商賠償 日後香港很多人都乘高鐵 可能是回去工作期間 都會是工商 沒錯 如果 譬如在內地 發生意外 當然很多人都希望在香港法院處理 要甚麼條件 就是很簡單 你簽署那份 在香港簽署的合約 可能你以外在內地發生 香港法院都可以處理 這個細緻的 稍後我們討論一下 不如Else 你從這件事來看 從工商那方面的角度來說 香港也有很多類似的案例 不一定是高鐵 動車 或者火車 其實所有的交通工具 包括巴士 大型的運輸工具 都是類似的 有甚麼案例 和大家討論一下 有 其實在2003年 屯門丁九橋的九巴 就是由丁九橋 那裏掉到橋底 拍一拍這個 對 大家有 造成21死 20傷 其實那次的意外 除了巴士司機 在工作期間之外 所有車上的乘客 都是上落班途中的市民 有些是老師 有些是當夜班 因為很早發生的 早上6時多發生 有些是上班的老師 也有些是剛剛下班的工人 但在那次的 嚴重的交通意外之後 其實在香港的法例 因為上落班途中 不列入工商的補償範圍 所以他們所有 除了一個九巴司機 是獲得工商賠償以外 就是司機就是員工 他就 就有工商賠償 其餘所有人都沒有一個工商賠償 就要從民事訴訟那裏追逃 這個是當時的情況 周律師是不是 工商的其中條件 首先是工人 在搭工 可以這樣說 有哪幾個元素 基本上就是工作期間 一般來說 現在的法律 就除非特別情況 譬如說 僱主提供交通工具 例如上班 如果是上班期間 發生的發生意外 這些比較例外 因為現在就落入法例 有得培資案 一般來說上班 一般來說 一般情況 都不算是上班期間 所以沒得配 但是如果在巴士是這樣的 是 如果我們有些香港人 坐車在上面工作的時候 他是不是都是工作期間 我想如果一般情況來說 如果他在內地搭車 我想跟香港搭車都沒有什麼分別 除非 除非在內地的工具 是 雇主是安排或是指定的 那可能屬於工作期間 如果不是都跟香港搭五車 都差不多 都沒有得配 是的 Else隨時可以插嘴 就這件事來說 那個員工是工商 他當然是根據工商來索償 得到應有的賠償 當時後來的處理是怎樣的 他們全部都會得到賠償 那可以 Ada 後期死亡的案件 後期死亡的案件 我們都聯絡了家屬 上去申請法律援助 從民事訴訟去引治這宗意外發生的 其他傷者就用人生傷亡民事索償 雙那班和死亡那班都聯絡了他們的家屬 去追和民事訴訟去告貨幣車 都搞了很多年了 才能追討賠償 那個時間都頗漫長 怎樣漫長化呢 你說一下整個過程 我記得 2003年發生了一件事 等了調查報告出來 家屬都追到三年多 我記得最遲追到賠償我都要成四年多 其實對家屬是一個挺漫長的時間 在過程中 你有沒有看到 如果是受傷的家屬 應該有甚麼要注意 在意外發生後 其實我們都要提醒家屬 一定要留意 即過身那班死者 提醒家屬 他就留意儲回死者生前的資料 例如學識 儲蓄 還有在那個臉狀用多少錢 所有的那些單都留在他 我們見他後期 後來追到賠償的時候 律師都拿回那個臉狀費的那些單 以及死者生前的技能 去計算賠償 相對看回 他如果生前有 供養的人多 他追的賠償又會多 如果他生前沒有甚麼人要供養 或者他年紀大 積蓄又不是多 我們電路的賠償是賠得很少 這是不是生命何價的問題 這方面周律師可不可以說一說 讓大家知道一下 如果用剛剛梁金外降開 就是 真是不幸運 意外過世了 過世了之後 就是 那個索償額 是根據一些 剛才梁金外剛才說的 你看看有沒有依靠 dependent 再看看有沒有一些 累積到的收入 其實那個細節是怎樣 你講一下讓大家解釋一下 基本上幾項 就是很簡單 那一種叫做 英文的Beriefment 中文可以解釋是雙痛金 這個法定是15萬 當然有 即是 總之 因為過身就有15萬 一些很簡單 雙痛金 譬如說 十步實銷的 油店贓費 有些可以支付 要有單據 Special Damages 有些就是 看看有多少依靠 依靠人 多就越多 第三種 就照計算 譬如你子女老婆 每個人需要依靠 每個月都是這樣計算 多少錢呢 就累累計算 然後 那個依靠年期多大呢 照成本上去 即是真的有些人是依靠的 是的 譬如你女兒 是甚麼 是家人的依靠 家人 還有你死的時候 你是依靠你 依靠你 依靠你生活 依靠你生活 所以家人當然是 子女 子女 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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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父母也應該計算 也算的 總之就是這樣 祖父母 父母 或者下方 當然 譬如你那些年期長的 可能你三歲的那個小朋友 依靠年期 一般年期當然是十幾年 你祖父母可能都百多歲 可能一兩年 你就差不多都要 依靠年期就很短 雖然老婆就長 如果她結婚久 可能不計算到她 可能不再結婚 所以就這一點來講 平時都要有些東西 是小小的證明 就是說有人是依靠你的 對 真的不可以說 即是家人或什麼 你都 是不是有些什麼的證明 她說是依靠你 或是依靠自己 你找些什麼證據 最簡單 如果她每個月 自動轉證進入你的戶口 譬如我講是愛婆 或者是阿馬爺 有些很少的 是很少的 你給她的 打完獎 一般基本上 可能你三幾千里 你劃一下 都應該相信 是不是 一般這個 例如三幾千 都可以在屋政勞 例如你供養 例如阿馬兩三千 這是很合理的 可能她會做細章港 即是有人依靠她的 就有這方面的索償 沒有就不會有 有些是你的財富累積 是怎樣計算的 例如你每個月 都洗完的 當然有依靠補償 譬如每個月都用在家裡 你不可能做職 那就沒有了 但是相對 如果那些 現在她叫月光族 那些可能是沒有 一個月都清掉 沒錯 一個月收入九千 花九千多 即是沒有積累財富 這些就不可以在這個項目 但如果你證明到 我可能找多些 三幾萬 我還有一些積蓄 看看你還有多少錢積蓄 成為年期 所以我見到有些工友 即是有些工友過身 譬如丁九橋這宗 我見到有些死者 生前有每個月去做一些定期的存錢 我見到你計算的賠償 就會計算的 沒錯 證明主持有能力去存錢 所以就盡量當然是說的 即是說如果你有存錢的有些東西 即是那本寶仔在那裡 演示一下 也都是 即是有時很難說 真是月光族的武符 是的 否則他有累積的這方面 例如一個月是某個數目 就成為他 即是估計他要做多少年 那叫multipide 是否算他可以做事的年期 或是有折扣的 他有折扣的 譬如你現在40歲 一般年來學15歲 他有 那就不是成為25 成為多少 成為40歲我估計可能是一半 一半是一年左右 大概11年 他不是成為25 因為有一個設計在那裡 而且我知道如果一些小朋友 他有能力讀書 可能有機會讀大學 將來賠償又會高一點 例如如果一個小朋友讀書 都一般 可能判出來的賠償額又會少一點 那小朋友讀大學這些錢 是屬於他以求那邊 或是屬於他這個項目的 例如你所說的 他死者 是對的 有一個小朋友 依靠他 估計他要讀大學 對 那算是大學時需要 的學費 這也是屬於依賴的 屬於依靠 是的 以靠 我也見過一些個案 小朋友在外國讀書 爸爸以外過身 我看到他也算在外國讀書 對 也會計算 那裏是計算多少年 看來讀多少年 譬如他讀大學一年級 剛才讀醫學的時候 他讀四年 都是當作下級 就是所謂讀大學 讀大學的課 當然 好像是讀博士 看證據 他可能有證據說 兒子也很擅長讀書 讀博士 如果不死 也能夠讀博士 那是要賠的 是的 講個合理性 reasonableness 所以又要儲起 子女讀書的成績 讀成績 我這個子女 當然是遺相 他要爭 這個子女 應該供他讀博士 沒錯 這個說整單 不知何核綠燈搞不定的 沒錯 這樣就不行的 沒錯 為何那麼多人那麼關注這些東西 都是去看看真相的問題 沒錯 我們現在講一些細節的東西 沒錯 如果是這樣看來講 算出來 如果一個人過身 他又沒有人依靠他 又沒有累積財富 又沒有一些很具體的損失 例如爛了眼鏡 又沒有特定的證據 證明他有其他的 例如死前的痛苦 他可能真的沒有賠了 那你那個叫做 比例文就只有15萬 那你還有那些一定有的 那現在的簾狀費通常是多少左右 我近期跟一些 譬如好像荃灣前一輪有一個 有一個上限的 有一個工人的家屬處理的簾狀費 我看到現在有病院也要5、6萬 然後要買骨灰位也要10萬 那是不是兩條數 都是去索償賣的 是可以索償賣的 我猜 那是一杯暗也可以的 應該我 這個梳科講一個合理性 你是不是合不合理呢 你是不是超過一般人應該花的錢 一般人應該有個地方 有個陰宅 譬如你要幾百萬的 很英俊 那就不用了 十幾二十萬都合理 我覺得都合理 現在很貴 一般兩十萬都合理一數 所以除了所謂的信仰 雙痛金 雙痛金十五萬 應該再加臉作戀五萬六萬 再加到二十萬左右的一個陰宅 是不是這樣 如果合理的話應該可以拿回來 合理 但那條命都是講幾十萬 不過這些是老人家 可能是七八十歲的那些 是的 所以如果是一個長者 在過程中又 在香港的情況下 沒有人是依靠他 可能是在十幾萬到三十萬之間 是的 十五萬到三十萬之間 是的 所以他一出去 在國內 今次有些報導 他就這一點 你們怎麼看呢 他就說 那麼啊 簽了一張協議 他有個家屬這樣報導 他就說 他一開始 他都沒有講賠償 他就要求真相 但《鐵道報》 就每次找人跟他說 快點簽一份協議 簽了協議 大家就好做了 他們簽了一份協議之後 情況是怎樣的 在香港 假設是一發生的事 你們可能都經常見 就有人有關方面 會找家屬去談 不如大家四四六龍插電去 簽一些東西 協議是怎樣的情況 過往跟這些的意外 一發生了事 看看出事的地點 是否一些 例如高上住宅區的地盤 屋主或者發展商 都希望盡快處理這件事 他們都不適合 不要搞見報紙 經影響那個樓價 他們一般都願意 給一筆的撫甦金和簾葬費 但是我們都會建議 家屬一定要簽訂這些款項 不可以在任何賠償 即是說家屬將來 都可以保留追究的權利 但是我自己都有看 這個鐵路的意外 我看到他們好像是收了些錢 是否以後什麼都不追 是的 周律師 一般這些簽名 在香港 假設 簽了一些最終及圓滿的 是黃解協議書 可不可以回馬槍嗎 一般來說都不行 但有些情況 他們舉證到 你當時可能受了壓力 有經濟壓力 甚至通常那些叫公正行 等等 是錯誤引導你的 可能就可以回馬張域 向分申請 將這份證當作無效 當然 他賠過的話 可以計算數 是嗎 他覺得日後賠約100萬 他賠約50萬 這50萬就扣回 這裏為何會這樣 這個報道 只是跟報道 假設是這樣的情況下 最初會賠十幾萬 十七萬 十七萬 十七 我們反過來看 什麼七十一 十七 這些數 經常都是這些數 接著就說 不如好下去 五十萬 用意計 五十萬 去到第三個價 就是九十一萬 可能遲些又會有另一個數 其實類似這樣 為何會這樣呢 中間有些報道 就說 為何一發生事 很快便便清理了現場 就這樣 因為你不空車 很厲害 用個案例來看 大家去了解一下 例如 六年前 日本出現過一個 出軌的災難 一整理之後 那裏便停了 做多久的搜救 三天三夜 去看看有沒有人 不見了 失蹤 追究了 搞了六年 現在最近 都在日本 在審 開庭審 基本上 一有些事 就是做很長的 資料搜集 調查 如果是不開車 當時 他們都是很多日後才開車 每一天 大量的損失 大概是240萬人民幣 一天 那你 假設不開 10天 就是2千多萬 這樣 那個情況 國內那些 可能更多 因為他 涉及的車更多 大家知道 他的情況 所以他有一個 壓力 就是 快快收手開車 然後其他 大家繼續談 談判 多少錢 在香港 假設這些事情發生 周律師 那個過程 就是 那些 受傷的家屬 應該是 不要這麼快簽的 那些 應該 和解 應該是 因為涉及 這麼複雜嚴重的事故 報告還沒有出 先等一會 等一會 先 保留的追究 還有傷勢還沒有穩定 這麼快簽 如果受傷 沒錯 雙細都不知道 不知道那個傷亡程度 或者日後的影響 就是 那些手勢 不知道去到什麼程度 可能以後 完全不能上班 很大 因為可能一年下 做得上班 完全不同 香港是有些 叫 時限的 你工商有兩年來告 人生傷亡 三年 所以 如果當作人生傷亡 你也有三年時間 才可以 有很多時間 所以 還是先等一個報告出來 一般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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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狀態 或者是 環境下 很多家屬 都不知情 或者是混亂之下 都會簽了一些 他們根本不明白 或者對他 日後追討賠償 不利的文件 還有一些 我看到有些 都下口供了 什麼公司 等等 他們很早會問家屬 拿他們的家庭背景 因為剛才 周律蕭 他們下口供更快 那些警察 是 更快的 更快的 為甚麼 他們很早想 早點去問家屬 死者生前 拿多少錢回來做家勇 然後家屬說的數字 不是那麼多 更少 遊說的家屬 把數字說低 所以大家都是 等一等的時間 好了 這一節 就講到這裡 我們回來 繼續講一下 如果不是致命的 那些情況 是如何處理呢 一會再繼續討論 好 歡迎大家回來 法律之多D的環節 我們繼續講一下 溫州動車事故 假設這些類似交通意外 發生在香港的法律情況 我今天請來就是 周嘉倫律師 梁金愛和Elsi 我們繼續討論這個情況 周律師問問你 死了的話 賠償是少的 反而受傷的情況 是會多一些 就是那個賠償下對 很多時間 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你死了 就譬如說 你看看你的依靠 可能依靠人少 你生日少 可能那個 累積少 累積少 可能經常去REC 很少累積的 要幫助的就不用想 但你如果是傷的 你計算一 就 有一種叫PSLA 簡單的叫相同禁 是怎樣來的 可以看看你如何相反 那個相影響以後 生活的程度去到哪裏 譬如說 經常都痛 或者是走路 很流行 上樓梯都痛 快風下雨又痛 扭毛巾扭不到 等等 這個叫PSLA 就叫Pain and Suffering and Loss of Amenity 好 這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痛楚 我想簡單來說 令到你 人生樂趣的事情是什麼 對 痛 譬如你以前很喜歡運動 游泳 跑步 現在沒有 人生樂趣是不是少了很多 就是一個音樂家 一隻手指不見了 那更加是 人生樂趣是很不同的 對 更享受不到彈琴的樂趣 我曾經接觸過個案 公有判傷判100%淡了 我看到他的痛苦費 是寫了二百萬 對 二百萬 去大到二百多萬 怎樣計算的呢 例如他的痛楚 何價呢 有些人痛楚 滑滑在地上 可能一蚊雞 但有些人痛楚 幾百萬 我想這些 要看定了的案例 譬如你 舉例 有些人 跌傷 腳骨 這樣 拿回多少錢 賠多少錢 再看 做幾手信 再看 類似案例 我以前拿過幾宗 類似案例 都可能平均是 二十萬 這樣便是二十萬 是嗎 我們稍後詳細討論 第一種 就是痛楚 生活的 樂趣損失 這是屬於非經濟的損失 第二種 經濟損失 就是講錢 就是可以量化很清楚 例如醫療費 補品 跌破了眼鏡 收入損失 審訊前 和審訊後的未來損失 等等 我們先講第一個部份 就是 痛楚 和 生活樂趣的損失 就這方面 Else 或者梁金 你看到 例如工友 假設在這方面的損失 就是受傷的時候 他們的索償 如何提出 去證明呢 我見到工友 例如痛苦費是多少 我見到他們有一份醫療報告 去評估那個數 我見到他們的文件裏面 律師也有拿一些案例 去參考他的百分比 去計算的數 即是看看他屬於歸類 是哪類的痛苦 我見到他計算的痛苦費 不只是拿政府的醫療報告 是他的律師另外在外面 請一些不同科技 即是相關不同科技醫生 去做一些評估 評估一樣是非常不知如何良化的 就叫做痛苦 周律師其實在法律上 痛苦這件事是怎樣分級的呢 即是他分成四級 又說是嚴重 又去到最嚴重 這些東西 都是根據一個案例而定 例如剛才 當然有些幾級 一般來說 四級 這叫嚴重 series injury 去到梁甘偉講的 這叫災難性disaster 譬如四肢癱患 是的 甚至大消避 失禁 都要人做的 坦人 都不可以 可能只有眼神 或者說話 甚麼都要人的 這些災難性的傷殘 有一宗案例 現在高生物資助 計算了 可能二百多萬 二百萬 超過二百萬 我們有一個在香港 試過有一宗 在十多年前 接近二十年 1992年發生的時候 他就叫做 大家在網上看到的 叫做陳沛奇案 就是HCA2006 1992年 那時候 那個小孩十幾歲 就被一架 雙層巴士撞 撞傷 那時候很轟動 很轟動 他的腦受傷 就變成了一個植物人 就entrap了 我們叫他的靈魂 就在區學那裏 困住了 他就行動 不至於 他整件事的索償 最後賠了 六百三十七萬 而這六百三十七萬 屬於痛苦這方面 很痛楚 沒有生活樂趣 不可以到處去玩 是佔三百六十二萬 差不多五成 差不多 多些 即是說 他痛楚的索償 可以到一百萬以上 高度到三百六十二萬 那麼多 但是一般我們現在看到有個問題 就是一些腰背受傷的工友 他的痛苦的索償額不會太多 因為腰背他們很難量化 因為他都會看回醫療的報告 喪失工作能力程度越高 相對地痛苦感就會高些 因為現在腰背的判傷 沒有明顯的傷痕 我們說痛就量當不了多痛 所以引致他們判傷的百分比 一般都比較低 而引致傷痛的賠償 都會相對地低 不等於我們工商的工友 其實喪失的痛苦是被人低的 只不過在現有的賠償制度裏面 在腰背受傷的工友的失法是最高的 所以在這方面怎樣去注意呢 就是萬一受傷的話 怎樣去就這方面的痛苦那方面 表達得清楚可以拿得多一些 周律師這方面有甚麼見解 其實這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我都看很多那些東西 現在的醫生報告 醫生報告說痛是沒有機器可以證明到 說真話、假話 譬如說你… 即是不可以說是說謊 譬如說一般你剪斷斷 你痛的話 醫生說我家應該是對的 但很多時候腰… 剛才Elise說的 腰… 腰傷呢 她說痛 或這裡痛、那裡痛 很多時候醫生都說 臨床的證據是解決不了的 很視乎她說真話、假話 說真話、假話 好時會真的… 對方很有機會說謊 或是誇張 但除了天理的功 有個痛楚也不同 我剛去醫生做報告的時候 天理好的 我的腰未必那麼痛 天理好的時候… 所以這裡是… 對,痛了她 撞她那一刻很痛 當然一定很痛 但那時候也麻醉了 但很多是後來的一些連續性的痛楚 這個比較… 如何將她量化到呢 其實這個也很考… 法姑的智慧 很考那些醫生 我想都可以看一下 可以有一件事 我覺得可以建議 如果當成就這樣做 如果你痛了 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立刻看這個急症 是 就是去醫院的急癮室 某程度上 如果你打官司 表明你真的… 因為肯定疾一定是痛的 是吧 某程度上的證據 我也是 即是不舒服就去看醫生嗎 不舒服就去看醫生 沒錯 當然有時候不一定要去急症 除非你很嚴重 很重要 而且這裡也提提 所有工商的工友 或者工友受傷 就一定要去看醫生 或者通知公主 有那些醫院報告 對 通知老闆報工商 還有有一班另外 尤其是腰箱的工友 他們有時候扭到腰 不知道裡面有甚麼事 因為X缸 就未必照得這麼詳細 沒錯 我們現在硬件手上的那些個案 工友如果有照持力共振 就會清楚些 沒錯 變得對他們日後的判傷 和就算是醫生 即是政府院醫他們 那個進度也是會好些 沒錯 沒錯 在痛楚的損失方面 剛才說的案例 就是陳佩琪的案例 HCA20061992 法庭就把這些痛楚分開四級 第一級叫嚴重損傷 是由四十萬至五十四萬 如果是屬於第一級 已經是由四十萬開始計算 就是說輕於四十萬那些 是很輕微的 都不入流 沒錯 對 如果是第二級極重損傷 就是五十四萬至六十六萬 嚴重傷殘就是六十六萬至一百萬 災難性的傷殘 就是很嚴重的那些 就是一百萬以上 去到剛才說的那件 就是三十六十幾萬 剛才梁剛才說的那件 就是二百幾萬 那這些都是屬於很嚴重的那些 嗯 有一個案例 就是有個這個叫黃絲母的案 大家在這個HCA64081988年 就是他用左手的食指 就是開鋸的木材 木板 手指鋸 就鋸了手指去 那麼 受傷 嚴重受傷 就鋸了一些手指 他就是很喜歡打籃球的 這樣就變成不行了 沒得打籃球 這樣就成功了 沒有了一些手指 大概有多少 這些 那他這個案件就是 因為他的手指就是 就是一隻手指 他就說 這隻手指值多少錢 但是這些弄到手指 可以痛到上股頭 那件事 他最後審完之後就是十五萬 就是屬於 不是叫輕微的 是 所以 莫扎特的手指 就值錢 就值錢 對 那這個就是一些這樣的案例 如果說好 我們具體計算下去 就真的 工商的時候 那個計算方法是怎樣 還有那個 如果不是工商 是疏忽的 那個收入的損失 計算方法是怎樣 周律師 你說是工商 工商的律師 工商 他就看回你的年齡 看回你每個月賺多少錢 是嗎 成為一個 法定的計算方法 是嗎 那 說不說這個 大家 例如說 35歲以下 40歲以下 35歲以下 39歲以下 45歲以下 96成的五日 九個月 九成加六個月 是嗎 40到55歲 就是72個月成的收入 就是 上限每個月 不超過現在 有 21,500 21,500 21,500 是 56歲以上 就是48個月 有時候說說 一般工 如果就這個計算 都很清楚了解 那 因為要視乎 最多爭拗點 就是那個收入 那 因為可能 雇主和雇員 報的收入 是不一致 那 因為可能要計算 一些 譬如長期得到的 一些商量 或者是經常性得到的 一些津貼 那通常都是 雇主是 沒有報到 報少了 這是第一個要點 就是說每個月的收入 那裡通常有爭拗點 第二就是 剛才說的判傷的百分比 就是說 喪失工作能力 越高 賠償就會越高 但是通常 譬如一些 我們說見不到的傷痕 一些 即不是說 沒有了隻手 一些 譬如腰背 一些見不到的傷痕 一般的判傷 的喪失工作能力 程度比較低 所以影響 他的工傷的賠償 那如果是 39歲 工傷的賠償 最高是96個月的收入 人工的上限 就是21,500 而56歲以上 就是48個月的收入 你剛剛說 收入的定義 很多時候有爭議 現在出了最低工資 現在可能會 會清楚一點 或者個人都知道 在合約上寫得很清楚 那些就會清楚 最低收入的薪金 生效之效 現在最主要 所以我們自己日常處理 就是建造業班工人 他們的薪金 是用日薪成26日的 很多時候有些工藥 都是做了兩三天 就因工受傷 甚至 他們未受傷之前 他每個月的薪金 故知有時候 是不肯跟他供強積金 於是發生了事件之後 又沒有記錄 不會說銀行自動轉帳 也沒有強積金的資料 於是他們傷了之後 僱主都是報他薪金 可能是報二十天 我剛上來的時候 收到個案子就是報他七天 但是相對於 尤其是好像紮鐵 或者是做批檔的工人 紮鐵現在都是說一千多元一日 批檔那些是說八百元一日 我上來的時候 有個工人說 我老闆報我開七天 所以報到的數是很低的 影響到他的五分四 和網後判商 還有剛才我們說的 紮不賠償的計策 都很大影響 所以那個收入的證明 是一個很重要的 如果不是用工商那邊來計 都是要看他的收入證明 他損失了收入 那要怎樣計算 如果是 剛才梁今天說 很多僱主 最慘是不夠做一個月的 甚至一兩天 甚至一兩天出事 怎樣計算呢 一般法律 這裏不是很清楚 一般兩講八 一種就是 那個老闆 那個工種 平均一個月 這類工種是給多少錢 如果有時候這樣說 我請工人 都是可能 一千元一天 可能我只是人家做二六天 我只是二十天 似乎在這個角度方面 他是對的 當然那個僱員說 不是 我到處走 我平均做二十六天 這樣 這就等下 但起碼清晰一點 如果老闆 只是說 做七天 這就似乎不是很可信 不過我們現在都會提供工友 出去找回 例如在外面那些盤頭做事 開過工的紀錄 叫那些僱主都寫回給他 沒錯 盡量提供自己的收入資料 給律師去跟 或者勞工處 即每個月 一個月內很多老闆 這些都是一個參考的資料 很重要 另外 所謂就不重要了 所謂就是你這個月 或者平均出事之下 之前那年的一個月 一般來說 平均收入 可能你一個月 可能這個老闆 五六個老闆 總之你平均這個月 賺多少錢 你以那個月為盡量 對於這個證據 剛才說 第一個就是收入的情況 第二就是 他如果受傷的時候 他又要一些證據 他提供給他 特別的伴傷 所以就去看醫生 這方面 多律師有甚麼建議 就是 最好是醫院 就是有受傷的 受傷是醫院 最好是受傷馬上去醫院 但很多時候 梁東偉說得對 很多時候 我都遇到很多 你更多 就是 可能這樣 第二次看醫院 不是很傷 突然一日後 我剛才很痛 鮮害 不過這也不重要 當然他一般來說 去急診室 可能我背後痛 醫生就問他 為甚麼 我可能昨天 做事弄傷的 僱主可能會質疑你 是否真的 可能在其他地方 可能自己在家扭傷 當然要視乎你 有沒有同舉例 包括同你的同事說 突然有 我突然扭傷 如果你說的 可能同事 有證人 有證人就賣了 知道嗎 是否這樣 我近期有些個案 建築公司 不想工友出去看醫生 他弄傷了一條腰 之後 他說 我公司有規定的醫生 你去那裏醫 你就不要出去看急診室 然後 要去報工商的時候 問他們拿回報告 就很麻煩 我建議公友 公司安排你去見他的醫生 我覺得 看完醫生 馬上去看急診 會否補了非會 或是先看急診 再去看醫生 會否補了非會 看急診現在多少錢 100元 100元 如果住院或複診 都是68元一天 先拿證據 醫療費單 可以問老闆拿回報告 有這麼大個香港政府的證據 大家用 有交稅 我們交了很多直接稅和間接稅 工友 我們香港沒有消費稅 但我們其實交了很多稅 現在看到手上的工商案 如果工商之後 他有去看政府醫院的話 萬一老闆質疑你單工商的時候 勞工廠可以免費去醫院 拿回你的報告 和你的僱主證明 但如果你自己工商之後 你去看私家醫生 勞工廠是不會幫你拿那些報告的 變成要工友自己拿錢去拿 其實對工友是很大的影響 是的 我們看溫州動車事故 他的討論就當作一種調解 就是大家談談談 四路刷電話 要簽一份協議書 現在在工商也好 這些疏忽那些 都是做很多一些調解 做很多這些工作 調解 就這方面 Mediation 周律師有什麼建議 就是如果發生這些事 會的話 是否要去做Mediation 其實是這樣的 現在Mediation是這樣的 與眾商律師也要 基本上 要拿齊有關資料才去調解 就是不同的這些調解 這些調解 總之馬上搞定 不想那麼多 吵集聲音 等下去那個部門 這些可能不是叫做調解 就是叫 掩蓋 快點掩蓋 掩蓋 為什麼 香港的調解是合理 因為譬如舉例 你都未復原 或者是未穩定的 我怎麼知道你幾傷 或者是未有一個主要的醫療報告出來的 專家報告 那怎麼去計算 當然全部基本資料 主要是有了 齊齊 大家可以計算到 大幾千才調解 我看到 有些工商個案 都是有經過調解的 但通常調解會那邊 是一定要求工商隔期 完了 勞工處跟他判了傷 對 才會跟他進行調解的程序 即是調解也有一個階段 對 但就不會說好像現在我們 過了還是另一個階段 不會說現在我們 過了還是第二階段 不會說現在在看單位 那單位 都未行的 所以調解不是一種撲火 是 調解應該是 就是做一個門出來 過得自己過得人 公道的合理 對 相當我看到有些工商個案 調解出來 工友都很滿意 沒錯 沒錯 所以這個都不思為一個好的調解 也是一個出路 但是階段性 沒錯 令到工友有沒有這麼大的壓力 沒錯 OK 如果他是家屬 他說我簽了那些協議書 解釋在香港簽了那些協議書 他是不是會有一個條款 就是說明 最終及圓滿的解決 一定是 一定是 我見到那些 那些叫discharge form 一定是 一定有這句 一定有這句 因為那些是針對定的 這些字句 所以大家就是 小心 這些時候 一斷下去 其實 逐一點說 就是一份埋生契 可以這樣說 是的 因為是說明大家 和解的 你要證明 當時是受到什麼不利的因素影響 是的 所以在這些 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大家都一定要知道 就是怎樣保障你的權益 那Else 你遇到很多個案件 好像有另一個案件 你都可以顯示到 我們正說所有的情況 是嗎 特別是罪假 沒錯 這個意外 就是09年1月23日 即是年28 有五個紮鐵工人 在上班途中 他們因為沒有指定的交通公局 他們一定要乘搭的士 去洛馬州上班 被一個罪假的貨車司機 撞死了 總共是連的士司機 是死了六個人 在這個意外裏面 因為在香港的法例 現在它未列入 上落班途中的 受保障 他們是沒有一個工商的撲削 需要透過民事的訴訟 民事的訴訟 第二端就是 第一 訴訟的年期會很長 還有訴訟的金額 剛才周律師也說 是根據的倚靠程度 以及收入 所以其實對一些年紀大 或者年紀輕 沒有什麼儲蓄能力 或者供養人的受害者 其實那個賠償額 就會最低 最受影響 所以在這方面 你們工商結議會 都好像有點倡議 即是說一說 我們就要爭取一下改善 我們最重要是爭取工商賠償的範圍 包括上落班途中 是要列入為工商的保障 另外也提出一些 港人在外地工作的要點 就是合約 因為如果在香港簽合約 就根據香港法例的保障 但是如果它要你在外地 或者澳門或者內地轉合約 如果你在內地簽了 就是根據當地的合約 或者是工商的法例 就一定是少於在香港的保障 所以如果所有香港人 要不在香港打工 我們就要留意合約的內容 和條款 是的 好的 我們今天都很細緻 講了這個溫州高鐵事件 所帶來的 如果我們假設在香港發生的時候 受傷的人家屬 以及遇害去處理 我們這件事都可以顯示到 將來萬一 都要改善一下高鐵系統 即是如何處理 即是如果那個情況 將來發生的時候 打算去撲火 沒有一個合理的程序 大家都不太想 這件事我們都希望 真相的報告 早日令到有關的受傷家屬 都得到一個公道 合理的賠償 這件事就是要想想方法 解決未來不會再發生這件事 好嗎 我很高興大家 加上你的專業和經驗 和大家說 謝謝周浩的律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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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如果有些類似的事 不幸運的話 我們再繼續講下集 好 拜拜